新竹接連兩天發生了球場的意外 十七號關西一間高爾夫球場 有一名七十一歲的孫姓傅妍 她與丈夫一起打球 沒有想到丈夫開球 一時之間歪了 擊中她的右側太陽線 血流布置 所幸送醫急救之後 沒有生命上的危險 而十八號在新峰一處高爾夫球場 也傳出有球友昏迷倒地意外 女子被醫護人員抬上單架 送進救護車 用手遮住太陽穴 因為就在剛才被小白球命中 十七號上午十一點左右 來自新北的孫姓妇人和老公 到新竹縣關西一間高爾夫球場打球 卻發生被小白球擊中的意外 當時丈夫在後方發球 孫姓妇人已經走到開球台旁 沒想到這一發球打歪 直接命中右邊太陽穴 婦人當場昏倒在地 監視器拍下婦人被球車 載回大廳外面 目擊者表示 當時婦人不斷嘔吐 以為是氣喘 沒想到檢查後 發現是爐內出血 緊急送醫急救 所幸沒有生命危險 轉回居住地的醫院救治 但沒想到隔了一天 又發生高爾夫球場以外 王姓男子十八號上午九點左右 從台北南下到新竹 在新封一間球場打球 突然昏迷倒地 救護人員緊急到場 把男子送上救護車 目前還在加護病房進行治療 不過接連兩天 高爾夫球場意外平穿 也讓球友們忍心惶惶 記者有顏日龍 宋哲寧採訪報導 超級高爾夫球場 兩十七號 公正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